白崇喜遭蒋介石记恨 白崇喜禁言 上将回台 将必难免一死 因成绩起义 响应共军 白崇喜回答 我自追随蒋公伟法以来 待于二十代 既处于顺境 亦处于孽境 一生一世历史第一 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 生死历害 在所不济 君勿为此叠叠也 白崇喜赴台是一项亲率的决定 他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 多次与蒋介石斗争 蒋必遇至之死地 而后快 之所以没有立刻对他下手 是因为白崇喜还有牵制列宗人的作用 但白崇喜这一进入台湾后 就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了 白崇喜到台湾不久 又将家眷二十多人 从香港接到了台湾 在台南盖了两栋房子 安置大哥 九哥 六弟 二妹等亲属 他自己一家 则住在台北松江路 一百二十七号一转就是平房主 有些朋友感到难以理解 就问白 你怎么全家都搬来了 某人到美国去 某人到日本去 某人到泰国去 某人在香港 某人出境证都预备好了 你还搬到这里来 白崇喜却回答说 我们大路丢了 我们是现役军人 负狠大罪过 中央不处罚我 自己良心自责 台湾是复兴基地 祖国领土就只剩这一点点 希望带这生根发展回去 除此之外 现役军人死无葬身之处 跑到哪里去 不过 话虽这么说 白崇喜心中也是茫然的很 白崇喜对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幻想 存有一线失望 他自负地认为 蒋介石还要靠他捅兵杀回大陆 然而 蒋介石却将白崇喜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 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 保密局在白崇喜公馆 对面设了个派出所 对白崇喜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视 敏感的白崇喜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 减少乱出火 动和与朋友的交往 连打猎下棋的爱好也自动收束 1952年10月 蒋介石在台湾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 组建中央委员会 同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 以安置党国元老 白崇喜并未能在这两个机构中占一席之地 白崇喜在台湾真正属意的一项职务 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 中国回教协会1938年成立于武昌 由白崇喜担任会长 四年改称理事长 以后这一职务一直由白担任 白崇喜在台湾生活17年 除了偶尔参加一些理性活动 很少有事可做 平时在家读书写字 据说白崇喜的书法造诣颇深 但不轻易是人 此外 他还有两大爱好 急下围棋和打猎 借意打发时光 书写寂寞 1965年 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 抵达北京 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 对于在台湾的白崇喜来 说 却是致命的一击 李宗仁一回大陆 白崇喜先阵李宗仁的价值消失 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喜了 白崇喜也就自身难保了 蒋介石命令毛仁凤 对白崇喜直接采取制台行动 毛仁凤将这一任务交给古正文办理 古正文奉命后 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 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 绝不留下半点痕迹 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阵阵谋杀 古正文输满了白崇喜身边的一位姓杨的副官 不久 这位杨副官报告 先生去花莲县寿风半山打猎 这样 古正文决定在白崇喜出外打猎时 于山野外杀死他 古正文命令真房祖暗杀不准用枪 要把一切制造意外死亡的条件搜集起来 经过勘察 真房祖发现 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 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 白崇喜当时已年于七十 不会徒步上山 而一定会乘轨道车 这样 真房祖派人到现场实地勘察后 决定等白崇喜上山时 把握 时间破坏途中一幕至小桥 等他下山行经桥面时 便会连同轨道车 一起坠入五十余米深地峡谷 经过实地演变 他们还找到了罗斯送托法 能丝毫不留痕迹的 是轨道台车发生意外 事发当天 白崇喜等一行人兴致很高地去打猎 十点三十七分 白崇喜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 真房祖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 将支撑桥面木敦的罗斯钉一一松开 然后 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 静候白崇喜等人下山 下午三十许 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 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 相距约三十米 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毅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 白崇喜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 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去掉了罗斯丁的桥中央时 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深谷中 说时迟 那时快 就在这千云一发之际 白崇喜的一名副官 用力将白崇喜推出车外 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 白崇喜从地上爬起 拍去尘土 他望着谷底下的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在望望四周的山野 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后 古正文和毛仁凤前往蒋介石官邸汇报行动结果 蒋介石并未苛责 只是不无遗憾地对他们说 再从长计议吧 白崇喜经历这次险刑后 行动更加谨慎 这使古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 白崇喜晚年一场苦闷 在夫人去世后 未解除烦闷 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 陈房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决定买通医生下重药 置白崇喜于死地 一天 古正文打电话给医生赖绍魂询问白崇喜的情况 赖绍魂报告说 白将军不是病 他想补 不管他是买什么 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 蒋总统要你多照顾将军 须以猛要起沉喝 重病的下猛药 古正文按时蓝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 使衰老的白崇喜不胜药力 补不起 蓝少魂奉命后 立即给白 崇喜开了一体药力很强的药方 白崇喜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 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 往后数月 白崇喜似乎从药酒中得力 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 俗话说 房中之势能杀人 对白崇喜这样一个年于古兮的老者来说尤其如此 不多久 白崇喜急游进灯窟 1966年12月一日晚 张小姐与往常一样 到白宅夜宿 就在这天晚上 终于发生了悲剧 第二天早晨 白崇喜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过在床 而张小姐早已离去 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 誓诈风云数十年的小猪格 却在诗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 另有一说法是 白崇喜的遗体上呈同律寺 不像自然死亡 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上剩有小半杯药酒 但后来 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 但白崇喜家人自觉此事背景复杂 并未追究 白崇喜此讯传出后 副总统兼刑政院长严家干预国防部 部长蒋经国立即派遣国防部副部长马济壮 前往白府调宴 并宣布由国防部负责以军力智丧 接着 由何英新 孙可 陈立夫 雇住 同等二百余人组成了智丧委员会 协助办理丧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